新北市壁潭橋上的國旗 在國慶連假期間竟遭人惡意破壞 國旗被折斷了24隻 而且倒插進水溝蓋裡 心境惡劣 警方李彥逮到一名林信嫌疑人 他公稱是喝醉酒鬧事 但警方也不排除 他可能有不同的政治傾向 才會把國旗當作泄憤的目標 事後依法將他寒宋法辦 其實這畫面拍到男子走路上橋 卻是沿路搖搖晃晃 連走都走不穩 好不容易扶著橋身穩住身體休息一下 接下來又繼續往前 不過這下真的惹火男子 在一根旗桿前停留了很久 原來他是在搞破壞 行經這個壁潭橋的時候 因為這個步行當中 這個旗幟在阻礙到他的步行的路線 然後他因為酒後情緒也不太容易控制 那也因此就是對這個旗幟 主導他的路線之後就沿途 把這個旗桿折斷 男子這一折可不得了 新店壁潭橋上就出現這樣一整排斷桿 全被民眾拍下PO網 慶祝雙十國慶的國旗 才在橋上逛了兩天 就成了這慘狀 一共有24隻被折斷 行徑相當惡劣 對於這個所毀損的這個旗幟是沒有去給它毀損的 那對於這個旗桿的部分 它仍然是屬於我們新店區公所的公務的一部分 那折斷這個旗桿造成公務的毀損 我們仍然會以這個毀損公務罪來移送偵辦 那這個刑企是最最重可達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碧坦橋上的國旗 一度以為是遭人惡意毀損 甚至不排除有特定政治立場 政治國慶廉假實際敏感 連警方也不敢輕忽 過濾監視器畫面鎖定一名男子犯案 雖然男子共稱是因為酒醉釀禍 不過警方也不排除有政治傾向 正擴大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